太多的烦恼 心都交的材料 你一个微笑 我宁愿什么都不要 心有未了 爱很难了 我没有绝招 只有命一条 我都不了 一了百了 不要假装 只要真逍遥 我要公道 天空地道 付出值多少 会保护重要 我要公道 没有公道 纠缠的感情 难道能够 靠全都拥抱 爹, 你真的要我和碧少离开佛山吗 是, 碧少爺的瓶气太容易冲动了 有你在他身边, 我就会安心很多 但是, 我这么大的女儿 从来都没离开过你的身边 我…我怎么做才好 我也知道, 这次太胃不利了 我也很心痛 如果这件事有得选择的话 我情愿自己去, 我也不舍得让你去 这是没办法之中的办法 爹, 我明白了 这里有点钱, 拿着 让我找到你们可以落疆地埔 你和碧少爺就马上走 爹 爹也很捨不得你 走了之后, 要好好照顾自己 爹, 你也要保重 记住, 无论你们去哪里 都一定要打个电报 或者死个字给我 不要让我担心 我也要回去了 等我的消息 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来 是呀, 三哥 碧少爺会不会出事 你问我, 我问谁 不要烦我, 好不好 三哥 我们这次搞出人命了 是呀, 三哥 搞出人命了 我们会不会要坐牢 那怎么会 人又不是我们杀的 我们也是受害者 你们两个平时只会玩 一有什么事就问我 怎么办… 如果我知道, 我就不用在这儿了 車隊长 梁师傅… 賴三, 济南济不 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 不关我们的事 我们只不过… 是呀, 我们只是… 蔡济南,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你推我让, 解决不了问题 梁师傅今天来 只是想知道这件事的内隆虚物 你们只好好的交代 才可以帮到你们 再说, 你们和梁碧从小玩大 难道你们眼白白 看着他坐牢吗? 好… 你说, 究竟这件事是怎么样的? 哥, 你说… 你说吧 你说吧 三哥, 你说吧 你… 三哥, 你说吧 三哥, 梁…梁师傅 如果要说 这件事就要由少年武术大会说起 我说, 梁少, 我已经收好东西了 你还有什么要拿呢? 四晚后 你告诉我, 这次是我的错 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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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 當大家都長大了 很多事情都改變了 聽油豆腐說 奶三他們幾個一組就很難賭 你上次打擂台, 贏回來的錢 其實他們是用來還債的 很多人只能看到一件事的表面 是呀, 人家看起來 我們七個是最好的朋友 但是, 現在的奶三 已經不是以前的奶三了 表面看來, 你的碧少是殺了人 但是我相信你 你絕對不會做出這種事的 我也相信老天爺, 他是有眼的 他早晚會還你一個公道 怎麼會做呢? 只不過是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在這段日子, 碧少 你就不要再這麼囂張了 你跟我走吧 我早沒想過我倫碧要走而已 梁師傅, 聽他們說 你現在應該放心吧 一天還沒找到兇手 你叫我怎麼放心得下 起碼證明了梁碧沒有殺人動機 現在我最不明白的 反而胡聞他那晚 究竟為什麼會在那裡呢? 胡聞和阿碧 他們之間根本是河水不犯井水 很難令人相信他們有恩怨的 唯一的說法 就是要殺梁碧的 跟我們正在調查的幕後主路 是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 但是這個幕後主路 為什麼要殺梁碧? 他的目標不是梁碧, 是你 是我? 胡聞和阿碧, 已經是鐵一般的事實 他既然收錢幫人通風報述 也有人會幫他的主人做其他事 梁師傅, 你想想 他說, 我們最近賭破這麼多鴉片煙蕩 他們對你一定是懷恨在心 要找機會報仇 但是總是找不到 所以要向你身邊的人下手 你說我這麼說對不對? 對 現在最可能知道真相的 就是那個叫阿七的人 我已經安排了人 要在最短時間之內將他拘捕歸岸 如果我可以找到他 我相信會水落石出 梁師傅, 你不用擔心 那就麻煩了車子來幫忙 你放心, 包在我身上 他… 什麼事? 認識他的人嗎? 七哥, 幹什麼? 他現在是通緝犯, 有沒有叫他? 沒有 走吧 看到他, 記得通知我們 好 走吧 去那邊看看, 走吧 走 小翠 你怎麼樣? 你怎麼會這樣? 來, 我帶你去看醫生 我讓你去看醫生 福爺… 你剛才說什麼? 為什麼今天改口? 你以前經常叫我伏鎮東 伏鎮東是你叫的嗎? 福爺,小人知錯 希望福爺,你大人有大量,原諒我 那就差不多了 今天我開心,原諒你 我什麼事? 龍老爺要見你 龍老爺,鎮東,你來了嗎? 龍老爺找我有什麼吩咐 這段日子真是辛苦你了 鎮東呀,你知道嗎? 要想知道一個人對自己有多忠心 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他放在一邊 冷落他 如果這個人能夠忍耐得 被忽視和冷待的痛苦 那這個人就是他最能夠信任的朋友 龍老爺,龍老爺,你的意思是… 祖哥那輪你一直在這裡視我嗎? 鎮東呀,江湖險我 我龍某做事有時候不能不小心一點 我問你 你還想不想東山再起 繼續為我龍某效力? 那你就上吧 好… 鎮東,你熬過了這段最艱苦的日子 從現在起 你就是我龍金勝最信任的貼身護衛 不過呢 還有一件事是要你幫我去做的 是什麼事?你儘管說吧 是一件你很願意去做的事 對了,他到底有什麼病? 我想先問一問你 這個女孩子跟你有什麼關係? 我是他哥哥 那他的丈夫呢? 丈夫?你怎麼搞的? 我妹妹還沒嫁人? 怎麼搞的?我是不會搞的 我說你這麼大一個人 怎麼會連你這些事都不知道的 什麼? 就是懷人 麻煩你 你…你再說一次? 我說你這麼大一個人 怎麼會連這些事都不知道的 我跟你說吧 小翠什麼病都沒有,只是懷人而已 小翠,要告訴哥哥,到底是誰做的 到底是誰? 是不是司機阿達? 是不是… 黃虎? 段青? 伏振東? 難道是黑少爺? 小翠,是不是陸老爺? 小翠,是不是陸老爺? 什麼? 人家,我要有所謂的事 醫生,我有點重要事 這裡有錢,麻煩你幫我consum 小翠,不要走 我要看你見我妹妹小翠 祠,沒事吧 我好,沒事吧 醫生,我有點重要事 這裡有資金,麻煩你幫我看 fifteen 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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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在哪里 沉尔 沉尔 有了 你是不是 你是谁 誰?你去做甚麼? 龍金城,你給我出來 住手,住手 高明,你進來吧 你們也出去 是 是 高明,我明白你現在的心情 你現在一定很生氣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事情並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壞 那你有沒有想過小翠 她只是個小女兒 我知道… 高明 這麼多年來 我一直忙於擴展我的勢力 兒子的娘死了之後 就再沒有任何姑娘 可以打動我 這幾年我賺了很多很多錢 但是我的生活 就很孤獨,很寂寞 發生這種事,一切都是我的錯 高明,你可不可以體諒一下我的心情 高明,你是我最得力的左右手 既然這件事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 我想正式娶小翠為妻 什麼?你要娶小翠為妻? 是 我兒子你也看到了 他吃不了什麼大器 我很需要一個有實力的人來接我的伴 而你就是最適合的人選 你放心,我會對小翠負責的 為了小翠,請你原諒我 來,原諒我 只要你肯答應 這裡所有事都是屬於你的 來,原諒我 臭兵 臭兵 掉 高明, 高明, 不要… 我求求你不要開罪, 高明 高明, 我求求你 我是真心喜歡小翠 我才會做出這麼糊塗的事 我求你千萬不要殺我 我求求你高明 我求求你看到小翠到裡面的小孩 你就放過我的高明 高明, 你不要開槍 閉嘴, 你閉嘴, 你給我閉嘴 你別動, 不要… 不要…高明, 放過我, 千萬不要, 高明 放過我 放開槍 放開我, 阿妹 好, 你殺了他 放開我, 開槍殺了他, 開槍 不要呀, 高明 你一向就殺了他 一向就拯救你妹妹 你想清楚了 你想清楚了沒有 讓我打死他 進來, 替我打死他 震冬, 留下這兩個人就是我的後環 你替我快點殺了這兩個人 連小翠都殺了我, 無毒不丈夫 你怎麼樣?難道你守怨嗎? 龍老爺你叫到 我絕對不會守下留情 小文頭 爹 今晚你會想辦法分審老爺的注意 天亮之前你要帶著碧少爺 去火車站那裡, 乘車去香港 今天就走? 是呀, 記住, 天亮之前 無論如何不要讓碧少爺弄出什麼大頭髮 你放心吧 那我先回去吧 碧少爺, 爹幫我們買了 我… 我… 有時候我幫忙吃了 我生得不扔別人 我嫉妒, 爹幫你 我生得不扔別人 我生得不扔別人 哪兒都這麼好 你生得不扔別人 阿娘, 我要走了 這次之後,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以再回來見你 爹…爹不相信我 全佛山的人都不相信我 但是我真是…真是沒有殘忍 希望你在天之靈, 保佑我 高明, 事到如今 整件事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舊有自取, 別怪我 復師傅, 你聽我說 你不用再說了 我無論如何都不會帶你去佛山 為什麼?復師傅, 我求求你 你這樣做什麼?侯珍仔, 起來 起床 如果復師傅不答應我 那我這輩子都不起來 你為什麼要這麼執著? 為什麼總是要去佛山? 我從小沒了父母 和我妹妹相依為命 後來若過阿姨, 我肯照顧她 之後我帶她去佛山 我一直都沒有她的消息 我只有她一個親人 無論如何, 我也要找回她 原來是那個孤兒 年輕人,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高明 不過這樣, 我們練武之人 喜歡獨來獨往, 不習慣被跟著 復師傅, 你帶我去佛山 我不會拖累你的 高明,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想學武的話 可以跟著我的 反正我還沒收到徒弟 你, 想不想學武? 我想呀, 我想呀 你要我做什麼, 我都願意 那好吧, 以後你跟著我學功夫吧 謝謝師傅 福師傅, 那個坑壞好了 把他們倆埋在那裡 是 走 走 動手 好 但我們人在江湖, 往往是身不由己 有時候為了生存 我們做些遺伴良心的事 都是…迫不得已 福師父, 你是出自圓門的 你這樣怎麼對得起你師父 又怎麼對得起你們的串瓜門 來…你這個業徒是我帶你來的 我親手送你走 這裡雖然是荒山野嶺, 沒什麼人道 但你們這麼多人, 太張揚了 你們先回去, 告訴龍老爺 我辦妥這件事之後就會向他交代 不過… 不過什麼?我決定的事你還有意見嗎? 來, 這樣… 那還不走? 好,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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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師父,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你懂得叫我做師父, 叫他問我為什麼 你和我以前是有過節, 但畢竟是師徒一場 我們大家彼此過去的恩恩怨怨一筆勾燒 那個姓龍的, 他要殺你們 你馬上帶小崔離開這裡 最好, 別回佛山 那你呢? 是, 天大地大, 一定有我容身之所 現在我單身一個, 不像你 你有親人, 你快帶小崔離開這裡 如果被龍金省的人看到, 這樣就麻煩了 好, 師父, 那你保重吧 行了 走了, 走了 來 來, 走 道俢 樓爺 你們從頭來這裡 他怎麼回來了 發生了甚麼事 老爺, 是復師傅說要親手解決高明 他叫我們先回來 梵統, 如果復鎮東放走了高明 你們又怎會知道? 放苦歸山, 你們叫我怎麼放心 叫我怎麼放心? 去, 梵女那裡 一定要跟我找復鎮東和高明回來 不管是生還是死 是 快點去 好… 這個碧少這麼久沒回來 去了哪裡? 四文頭 碧少 去那麼久?你去了哪裡? 我臨走相見你, 梵 蔡叔怎麼樣? 爹已經買了火車票 叫我和你一起走 去哪裡? 一個你一直都很想去的地方 去哪裡? 香港 幹什麼? 我還是想去香港 但是不在這種情況下, 去香港 總之, 不管什麼事 在出發之前, 你不准離開我的視線 小翠, 不管我們回去帶小饅頭 一起回鄉一下吧, 好不好嗎? 你不記得是誰的小饅頭嗎? 我經常來看你那個人, 你不記得嗎? 哥哥當初來到佛山, 人生老不熟 不知道受到多少人白眼 只有小饅頭一個人對我好而已 哥哥哥, 哥哥真的很想娶她做老婆 然後跟你一起回鄉一下 過一些平靜的生活 你說好不好? 小翠, 你也贊成 我們一起回去找她吧 好, 就算沒有再大的危險 我也要帶小饅頭走 她對我這麼好 不可以丟下她一個人不管 我們回去吧 來 來… 水路又不通, 陸路又被車隊長派人把守住 有什麼辦法可以洗開老爺呢? 好煩, 真的好煩 財叔, 你不要在這裡走來走去吧 你這樣又想不到辦法? 我可以不敢嗎? 九姑娘, 你有什麼好辦法說出來聽? 我們不可以睜大眼睛 老爺把碧雪爺送去給車隊長 如果梁碧真是清白的話 就算送他去也沒問題 如果碧少爺可以平安回來當然了 你說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倆的脾氣 前世都不知道誰欠誰 一見面就吵了 再說, 碧少爺這次真的闖了大禍 老爺真的很生氣 我…我最怕的是, 碧少爺真的回來了 老爺動手打他, 到時候也不知道怎麼辦 你也說得對 以梁碧的脾氣, 如果知道自己是無辜的 他怎麼可能認錯呢 那倒是 你說如果他們倆真的打起來 別說我和你了 就算贊生堂和洛口福 所有人在一起, 按都按不住 那就糟糕了 難道這件事就沒其他辦法了嗎 那我現在就在跟你商量 我… 算了 梁師傅… 孫大哥, 什麼是你? 是呀, 梁師傅 車隊長怕你擔心 所以就叫我通知你們最新的情況 是不是有什麼新進展? 雖然暫時還沒找到那個阿七 不過我們今天發現了一個很重要的線索 是什麼? 我們去湖文家裡搜查過, 發現了這件事 這本簿上一共寄了五次銀碼和時間 而每次時間都是和… 剛好每次都是我們破獲貨倉的時候 那就是說, 湖文肯定和幕後主路有交易 每次都是去通知對方 才會令我們公虧一跪 是的 這樣只可以證明湖文和鴉片有關 又怎麼可以和梁碧洗脫罪名呢? 關鍵就在那個阿七身上 只要我們抓到他, 就會問清楚他 究竟是不是那個幕後主路人 指使湖文去殺梁碧 只要他肯承認 就不僅可以為令公子脫罪 而且還可以將他乘之於法 如果是這樣, 卻真好 好了, 我不打擾梁師傅來了 我先走了 謝謝, 孫大哥 好 梁師傅 福師傅 我來, 不會打擾你嘛 福師傅, 請坐 謝謝 福師傅, 突然到訪 不知道有什麼事 梁師傅, 我… 大家是一場朋友, 有什麼事要幫忙 不怕說吧 是呀, 福師傅, 你有話就說吧 好 梁師傅, 我這次來的 其實我今天是想跟你辭行的 福師傅要離開佛山? 是呀 本來最初來佛山是想做一番大事的 可惜了, 時運不濟 這幾天的事更加令我心灰而冷 想來想去, 算了 還是要離開了 福師傅, 你好像很漏漏似的 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這件事的詳情, 別提了 總之呢, 那天不然你怎麼醒我 我可能一早就鑄成大錯了 祖先有靈… 福師傅, 既然如此, 我也不多問了 今後有什麼打算呢? 暫時還沒有 如果沒什麼意外 我想先回去鄉下一次, 然後再打算 既然如此, 我在這裡祝福師傅 一路順風 好, 謝謝梁師傅 福師傅要回鄉下? 不如這樣吧, 你不妨多留一晚 大家相識一場 讓我們老爺陪你喝杯水酒 明天早上再走, 也不遲 是呀… 沒錯, 福師傅 不如今晚就在韓社作客, 好嗎? 好…能夠認識梁師傅 我真是三生有幸 我福某的恭敬不如從命 怎麼樣?找到光明了嗎? 六爺, 屬後找到整個山頭 但也沒有發現光明的蹤跡 至於埋葬光明的地方, 現在… 現在到底怎麼樣? 現在只剩下一個空的坑 老爺, 老爺… 飯桶?一個一個都是飯桶 屬下失職, 請老爺原諒 失職?一句失職就算了? 可以把光明他們找回來嗎? 光明帶著小翠, 應該不會走得太遠 你們給我聽著, 馬上去找 你們只要在公路上, 截住他們 一旦發現 老爺, 無論是高明、小翠還是伏鎮東 統統和我隔山不論 絕對不可以守軟 是, 老爺 聽著, 這次不可以再令我失望了 快點去 是 小翠, 你在這裡等我 哥哥很快就回來了 快點 哥哥 高明?你找我嗎? 我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跟你說兩句? 我可不可以 有甚麼事, 你說吧 我要替娘逼酒吧 碧少, 出了一點點事 我們要離開一會兒 你有什麼事, 快點說, 我趕時間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跟他走? 為什麼? 其實我已經為我們的將來準備好了 如果你肯跟我走 我一定會給你幸福 你說什麼?我…我不是很明白 是這段日子, 我很努力地做事 我已經做了一筆錢 可以和你和小翠回鄉下 過一些平靜的日子 你跟我走, 好不好? 高明, 你知不知道 你自己在說什麼? 我知道了, 其實我… 吃饅頭, 其實呢? 其實我很喜歡你 是嗎? 你說句話好不好? 高明 我告訴你, 我這輩子 只會愛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 梁碧 我真的很趕時間, 再見 好 走吧, 走吧 我一直等待, 還是沒有改變 你眼中對我的敷衍 如果可以, 只要一點點 存在你心裡, 若有似乎 牽動我的眷戀 愛上了你, 只有一秒的時間 痛苦, 卻還沒有多少支點 何時再何時, 再離開之前 看風也飄落在你身邊 是要你幫我去做的? 是什麼事?你儘管說吧 一件你很願意去做的事 對了, 她到底是什麼病? 我想先問一問你 這個女孩子跟你有什麼關係? 愛她哥哥 那她丈夫呢? 丈夫?你怎麼搞的? 她說我妹妹還沒嫁人 怎麼搞的?我是不會搞的 我說你這麼大一個人 怎麼會連你這種事都不知道 什麼? 就是懷人 麻煩你, 你…你再說一次? 我說你這麼大一個人 怎麼會連這些事都不知道 我跟你說, 小翠什麼病都沒有 只是懷人而已 小翠, 要告訴哥哥 到底是誰做的? 到底是誰? 是不是司機阿達? 是不是…王府? 段青 福震東 難道是黑少爺? 小翠, 是不是龍老爺? 好, 沒問題 醫生, 我有重要事 這裡有些錢 麻煩你幫我看著我妹妹小翠 好, 沒問題 有一點兒 你吃什麼? 你不要吃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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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吃虎嗎? 你不要吃虎嗎? 你是誰?你們幹甚麼? 是誰的? 龍金城, 你給我出來 住手, 住手 高明, 你進來吧 你們也出去 是 高明, 我明白你現在的心情 你現在一定很生氣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事情並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壞 那你有沒有想過小翠 她只是個小女兒 我知道… 高明 這麼多年來 高明, 我一直忙於擴展我的勢力 兒子的娘死了之後 就再… 她也會幫她的主人做其他事 梁師傅, 你想想 我們最近賭破這麼多鴉片煙檔 他們對你一定是懷恨在心 要找機會報仇 但是總是找不到 所以要向你身邊的人下手 你說我這麼說是否對 現在最可能知道真相的 就是那個叫阿七的人 我已經安排了人 要在最短時間之內 將他拘捕歸岸 如果我可以找到他 我相信會水落石出 梁師傅, 你不用擔心 那不就麻煩千里給你幫忙 你放心, 包在我身上 他在這裡 什麼事? 認識這個人嗎? 七哥, 幹什麼? 他現在是通緝犯, 有沒有叫他? 沒有 走吧 看見他, 記得通知我們 好 走吧 你去那邊看看吧 走吧 小翠 你怎麼樣? 你怎麼會這樣? 救我 來, 我帶你去看醫生 福爺… 福爺 你剛才說什麼? 怎麼今天改口? 你以前經常叫我伏鎮東 你叫伏鎮東嗎? 福爺, 小人知錯 希望福爺, 你大仁有大量 原諒我吧 那就差不多了 今天我開心, 原諒你吧 找我什麼事? 龍老爺要見你 龍老爺 龍老爺找我有什麼吩咐? 這段日子真是辛苦你了 震東, 你知道嗎? 要想知道一個人對自己有多忠心 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他放在一邊 冷落他 如果這個人能夠忍耐得住 被忽視和冷待的痛苦 那麼這個人 就是他最能夠信任的朋友 好, 龍老爺, 你的意思是… 早前你一直在嘗試我嗎? 震東, 江湖險我 我龍某做事有時候不能不小心一點 我問你, 你還想不想東山再起 繼續為我龍某效力 當然想吧 好 好 震東, 你熬過了這段最艱苦的日子 由現在起 你就是我龍金勝 最信任的貼身護衛 不過呢, 還有一件事… 太多的煩惱 都來自掙承 太多的小禮殘腦 讓我不敢隨便微笑 什麼技巧 才能讓我一個小小年後 單純如同藥 我知道這樣不和誰比較 煩惱就一筆勾 我不是高興到腳的材料 你一個微笑 我寧願什麼都不要 心有未了 愛恨難了 我沒有絕招 只有命一條 我都不了 一了百了 不要假裝盡 只要真逍遙 我要公道 天空地道 付出值多少 回報不重要 我要公道 沒有公道 糾纏的感情 難道能夠靠全走擁抱 快走 爹, 你真的要我和碧少離開佛山了 碧少爺的瓶血你太容易衝動了 有你在他身邊 我就會安心很多 但是, 我這麼大的女兒 從來都沒離開過你的身邊 我…我怎麼做才好 我也知道 這次太為不利了 我也很心痛 如果這件事可以選擇的話 我寧願自己去 我也捨不得讓你去 這是沒辦法之中的辦法 爹, 我明白了 爹, 我明白了 這裡有些錢 拿著 讓我找到你們可以落疆地埔 你和碧少爺就馬上走 爹 爹也很捨不得你 走了之後 要好好照顧自己 爹 你也要保重 記住 無論你們去哪裡 都一定要打個電報 或者寫個字給我 不要讓我擔心 我也要回去 等我的消息 不要哭了 來 來 回去坐吧 三哥 三哥, 我們會不會有事 是呀, 三哥 碧少會不會出事 你問我, 我問誰?不要煩我好不好 三哥, 我們這次搞出人命了 是呀, 三哥, 搞出人命 我們會不會要坐牢? 怎麼會這樣? 那怎麼會? 人又不是我們殺的 我們也是受害者 你們兩個平時只會玩? 一有什麼事就問我 怎麼辦… 如果我知道, 我就不用在這裡了 車隊長 梁師傅… 賴三, 激男濟筆 昨晚究竟發生什麼事? 與我們無關, 我們只不過… 是呀, 我們只是… 蔡濟男,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 你推我讓, 解決不了問題 梁師傅今天來 只是想知道事情的內隆去脈 你們要好好交代 才可以幫到你們 再說, 你們和梁碧從小玩大 難道你們眼白白看著他坐牢嗎? 你說,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的? 大哥, 你說… 你說吧… 三哥, 你說吧… 三哥, 你說吧 梁…梁師傅, 如果要說 這件事就要由少年武術大會說起 是嗎? 梁師傅, 我差不多收拾好了 你還有甚麼要拿 梁師傅, 你說吧 你告訴我 這次是甚麼是我錯 我… 其實幫人是沒錯的 但是碧少, 這次你就信錯人了 沒錯, 我們和賴三, 濟南濟北 都是從小玩到大的朋友 但是, 當大家都長大了 很多事情都改變了 聽油豆腐說 賴三他們幾個早就很難賭 你上次打擂台, 贏回來的錢 其實他們是用來還債的 很多人只看到一件事的表面 是的, 人家看起來 我們七個是最好的朋友 但是, 現在的賴三 已經不是以前的賴三了 表面看起來, 你的賴少是殺了人 但是我相信你 你絕對不會做出這種事 我也相信老天爺, 他是有眼的 他早晚會還你一個公道 怎麼會做的? 只不過, 是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 在這段日子 賴少, 你就不要再這麼囂張了 你和我走吧 我早就沒想過我倫碧要走 我只會做的 梁師傅, 聽他們說 你現在應該放心吧 一天還沒找到兇手 你叫我怎麼放心得下 那起碼證明了梁碧沒有殺人動機 現在我最不明白的 反而是胡文他那晚 究竟為什麼會在那裡呢? 胡文和阿碧 他們之間根本是河水不犯井水 很難令人相信他們有恩怨 唯一的說法 就是要殺梁碧的 跟我們在調查的幕後主佬 是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 但是這個幕後主佬 為什麼要殺梁碧? 他的目標不是梁碧, 是你 是我? 胡文在內間 已經是鐵一般的事實 他既然收錢幫人通… 沒有任何姑娘可以打動我 這幾年我賺了很多很多錢 但是我的生活就很孤獨, 很寂寞 發生這種事, 一切都是我的錯 我… 救命 你可不可以體諒一下我的心情? 救命 你是我最得力的左右手 既然這件事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 我想正式娶小翠為妻 什麼? 你要娶小翠為妻? 是 我兒子你也看到了 他吃不了什麼大氣 我很需要一個有實力的人來接我的筆 而你就是最適合的人算 你放心, 我會對小翠負責的 為了小翠, 請你原諒我 來, 原諒我 只要你肯答應 這裡所有事都是屬於你的 來, 原諒我 我為了小翠負責 我們全都很做得了 救命 救命 高明, 別…我求你不要開槍, 高明 高明, 我求求你 我是真心喜歡小翠 我才會做出這麼糊塗的事 我求你千萬不要殺我 我求求你高明 我求求你看到小翠到裡面的小孩 你就放過我, 高明 你不要開槍 你閉嘴, 你閉嘴, 你給我閉嘴 你別動, 不要 別動 不要…高明, 放過我 千萬不要, 高明 放過我 放開槍 放開槍 放開槍, 妹妹 好, 你殺了她 開槍殺了她, 開槍 不要呀, 高明 你一向就殺了她 一向就拯救你妹妹 你想清楚了 你想清楚了沒有 人來, 替我打死她 是 震冬, 留下這兩個人就是我的後環 你替我快點殺了這兩個人 連小翠都殺了, 無毒不丈夫 你怎麼樣?難道你守完嗎? 龍老爺的叫刀, 我絕對不會守下留情 小蠻頭 爹 今晚客人會想辦法分散老爺的注意 天亮之前, 你要帶著碧少爺 去火車站那裡, 乘車去香港 今天就走? 是呀 記住, 天亮之前 無論如何, 別讓碧少爺搞出什麼大頭 你放心吧 那我先回去吧 碧少爺 你怎麼回事? 我